金牌魚一、艾葉一條根、強腰塞、散寒濕、解勞淚、萬寧獨賣 歡迎收聽《紳士郭聽新聞》 我是Lily 中共最近向太平洋發了火箭炮 又搞了環台軍演 台灣危機升溫之際 中國經濟持續疲弱 北京檔局的救市措施 此未籌效 中共黨魁習近平日前 赴福建對台一線視察 官方罕見未提起到訪軍營 反而強調改革開放 習近平對台動武的可能 同其救經濟的複雜心理 引發種種猜測 多位專家就事件做出分析 自疫情清零政策結束以來 中國經濟持續疲弱 中共黨局9月底前 推出降息 下調存款基準利率 降防貸利率以及人民幣8,000億元的 政策工具等系列政策 推動股市大增 但在十一場假後 股市再度暴跌 即使中共多個部門 陸續開記者會 宣示政策 民間不買賬 股市仍然動蕩 美國聖托馬斯大學 國際研究講座教授 葉耀元說 中共現在的經濟措施 只是在已經沒辦法解決問題之下 想辦法去掩飾問題 而以美中之間爆貿易戰 西方大多數國家 慢慢在這裡降低 和中國的貿易互賴性 一帶一路的國家 沒辦法消化中國的產品 產能過剩會導致經濟開始塌市 同時間中共為了刺激內稅 降低利率去刺激樓市 甚至是在房地產開發商 要倒台之前還要拿國庫的錢去幫助 因為它不能讓樓市倒掉 這樣的動作是保不完的 英國牛津大學學者 馬斯納克將中共這輪經濟刺激形容為 火藥桶式的刺激計劃 認為這種方式只是短期帶來效果 長期卻無效 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 國家安全研究所所長沈明實 對《大紀元》表示 中共對於環境經濟已經無照了 刺激股市措施反而令更多人吐露 也沒辦法解決房地產問題 沒法提升地方政府財政 所以這次救市措施 不僅是火箭炮 也是灑時間的煙花 體詞燦爛 很快又墮落於黑暗 國內外都不看好 《華爾街日報》10月16日一篇評論認為 即使中共政府最近採取一些措施 但似乎算不想採取大規模刺激 來拯救經濟增長 這樣做的目的就是 確保中共不會過於偏離通過建立全面產業鏈 來加強經濟的現有計劃 文章引述一位專家的話說 保守刺激 最充使國家能應付包括長期時間武裝衝突在內的極端情況 審明實表示 中共其實有國防經濟學的概念 一方面是將外貿利潤投入在國防產業 對外出售軍品 賺取更多的錢 另一方面則是 國防產業刺激經濟發展 在成平時後 國防經濟可以交互為用 但在戰爭時期 民生經濟會受到戰爭的排制影響 外貿及生產以國防需求為主 戰爭支出也會食了國家的財政 目前中共已經從俄羅斯的例子看到 戰爭財政的重要性 各省國防動員辦公室成立 針對外國貨機和糧食制裁 採取各項準備 真是已經進入戰時經濟模式 但不代表要對台發動戰爭 而是先建立制度及部署而已 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 夫研究員 雄子傑對大紀元表示 中共不會將舊經濟 和對台軍事擴張 放在一起看 他們認為 發展國防產業可以加強經濟發展 但在台海周邊的軍事擴張 即是軍事戰略對台威嚇的考量 所以確實有可能產生 中共舊經濟 和對台軍事擴張反不利舊經濟的 矛盾和衝突 繼上與中共火箭軍 向太平洋公海發射 洲際導彈後 中共10月14日執行 聯合利劍2024B為台軍演 但英國《金融時報》引述台灣官員的話表示 共軍在演習時對中國內陸方向 試射了兩枚導彈 另外史無前例的有25艘中國海軍和海警船隻 接近了台灣24海里疲連區 在圍台軍演後 中共黨魁習近平於15至16日赴福建考察 據新華社報導 習近平強調探索海峽兩岸融合發展 習近平視察地方 案例會去軍營 但這次習近平雖去前線倒序視察 但至少兩天內官方還沒有相關報導 新華社18日更發文強調 習父問考察 指出進一步全面 加深改革開放 沈明實表示 這是典型和戰兩手策略 證明軍事武力壓迫沒有效果 就會使用統戰策略 但習近平終極目的並沒有改變 目前只是因為美國壓力及台灣政治現狀 必須令中共暫時 不要採取武力統一手段 就內政而言 習近平必須解決經濟問題 否則會受到元老及對手質疑 台灣問題有線性 則向後推遲 葉耀元說 習近平是對中國國內富裕 因為去吹噓與台灣之間的武力對抗 或者是對台灣的軍事威脅 沒辦法真是打動現在人民最關切的問題 其實就是國內經濟問題 因為中國媒體沒有自由 完全按政治需要報導 經濟問題壓到壓不住 民眾也有感覺 自然而言的 在所謂政治酸道上 會將經濟拉上來 沈明實表示 目前爆發台海戰爭的可能性不大 從演習規模縮減可以提出 主要理由 台灣沒有挑釁 沒有出兵正當性 中共軍力無法抗衡美國介入 中國內部經濟 情況惡劣 加上台灣內部政治情況 中共仍期待政黨輪替 中共自己仍需要時間 加強軍備 就中共對台動武的可能性 孔子傑說 他認為現階段可能性低 因為中共如果沒有打下台灣 可能動搖其政權 因此要打就一定要有把握取得 但目前共軍還未具備這樣的武力 光是看今年戰略支援部隊的組織重組 就知道其其實改革和發展 仍有一段路要走 葉耀元表示 中共如果對台動武 和整個世界的經濟連結就直接斷了 所謂的戰時經濟 就是要將國有企業 民營企業全部都投資在 和戰爭相關的產業鏈裡 走到哪一步的時候 差不過去 整個中共就不見了 所以現階段對台的軍事演習 就是傳遞這種威脅的信號 他說 如果倒這條路 表示中共沒有回頭路了 它已經預設到經濟是不可能會好 甚至幾年之內都會大塌市 為了避免這個大塌市發生 所以直接用戰爭來轉移 這個塌市的事實 民眾就不會將關注力放在那邊 共產黨不自以去玩這種風險 非常高的政策 以上節目內容取材自大紀元記者 林海忠 諾亞報導 本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與版部分內容 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